首先你准备好你自己的其中的报告 然后你可以把档案打开看一下 假设这是你要上传的档案的部分 然后在GitHub部分的话 你就可以新增加一个Repository 就是新的储存库 然后你把它取一个名字 然后这边的话你可以点选增加一个新的readme 一个读我的档案 它这边会做一些描述 然后就可以建立一个Repository 好那你这样建立完毕之后 你会发现你这边只有一个档案 就是刚刚我们预设要建立的这个readme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那个settings的地方 然后你来到那个pages 然后这边的话呢 你就把它选择一下选择github的这个action 那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静态的网页 所以你就选择这个static html 好那你选择之后呢 好那你选择之后呢 它这边会有一个新建一个yml档 好这时候你可以按一下start commit 好那它就帮你建一个这个档案在这边 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回去你的那个code的这个地方 好那它就多了一个资料夹在这里 好然后这边是原来那个档案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档案的把它增加上去 好选择那个add file 然后可以选择create 选择upload file 然后我的启动报告号有1234个资料夹 好那其他的外面的这个档案的话 我们可以先上传 就是假设它不是放在资料夹里面的档案可以先上传 我们这个四个先选 好选完这四个档案之后 记得每一次的新增档案或者是 更新的话呢都一定要按一下commit change 好确认修改它们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上传资料夹的部分 那上传资料夹的部分比较 复杂一点就是你要先 我来看一下这个资料夹叫什么名称 好例如说 image这个资料夹 好你就是选择新增档案这边 create一个new file 好那你就是打一下image 好那再一个斜线 好这边就是随便取一个 一个readme 好一个readme 就是随便 就是你先把一个资料夹名称打好 然后就随便取一个名字 好然后commit a new 好这样你就会多一个叫做image的资料夹 然后接着的话你一样可以 选择上传档案的部分 好选择这个add file 然后 upload files 然后把你的 image的这个图片呢 都把它给上传 好最后一样是 commit change 好这是在image的资料夹的部分 这个已经上传了 好 然后 再回头看一下 还有什么资料夹 还有js的资料夹 一样是js 然后斜线 好随便取一个名字 把js的资料夹 然后commit change 好这样 你又有了一个js的资料夹 然后一样upload file 把js的资料夹 这么多 把它上传 好 好 好 稍后 好 好 每次上傳的時候 他就會回到那個原來的這個目錄夾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再新增一個 還有需要什麼 Fone跟CSS 所以我們就再Create 這是CSS的部分 因為這個比較大 多一點有27的檔案 最後一個是縫字型的部分 還沒有 OK,那就不需要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边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的 点到code 的地方 那我们就确定我们的档案 然后资料夹都上传了 那我们再点选一次那个setting的部分 然后点到pages 然后在pages 这边呢 这边的话呢,你就会看到 你目前的网站的网址已经有了 在这边 那你就是点选这个,看一下那个结果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你现在的资料在上面 然后跟之前要上传的呢 都是,呃,资料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 那这连结当然是不能点选 那这边,呃,看一下 好,这边 好,那它有其他的网页 好,那这样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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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样就成功了